實在是太多天沒有騎了 我前後胎這個胎現在都軟軟的 前胎也是軟軟的 我剛剛看了一下 我這個後胎是40到65 還是66 有點看不太清楚 按照我上次的經驗 我上次打55 55就很不錯了 所以我這次就前後都打55 買了一台這個 飛樂的電動打氣機 整個操作很簡單 就是長按開機之後 然後呢這邊可以選擇 那我是選擇這個腳踏車 腳踏車 他預設是30那可以自己調 譬如說像我就調到 55 然後待會再把這個接頭 接到腳踏車的這個充氣孔 好了已經接上了 那他這個電動打氣機會自動偵測 我的胎壓只有26.5 有點誇張 那我要打55 好再按一下他再開始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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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55 停了 OK 那這樣就搞定了 這樣就可以把那個拔起來了 好 那接下來要打前輪 那因為這個要雙手啦 所以我先暫停 那前輪非常誇張 前輪只有4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 那我就 欸 電跑掉 好 突然間關起來 只有4 那我一樣 我要打到55 齁 所以我就要壓到55 好 再一個 好 開打 喔 不知道為什麼全輪只有4 真的是太久沒有照顧他 那我剛剛為什麼突然間警覺要打氣 是因為我就是 發現我全輪怎麼轉彎的時候軟軟的 好像快要跌倒快跌倒的感覺 喔 發現這樣狀況不太對 趕快停車來檢查一下 喔 啊 就用手先捏一捏啊 發現齁 真的是 沒有錯 哈哈 應該要打氣了 喔 他現在再打進去 現在 34齁這樣 給他一點時間 讓他慢慢打這樣 原則上來說其實算方便啦 這樣 因為就不用特地去找腳踏車 的這個腳踏車店去跟他 或者是機車店去跟他借 這樣 還蠻方便 我建議就是 這個 各位 外送朋友都要準備一台 這台 也不貴啊 好像 那時候買好像是1100還1200 這樣 那一台可以用很久啊 這樣子 好啦 我們看一下 五三 五十五了 好 OK 打好了 那麼這樣 喔 現在就硬邦邦了 可以啦 好 唉 我這個這台車喔 這個防甩頭 壞 壞掉了 壞掉他就很容易這樣子 唉 不過沒關係啦 加減用 好啦 重啟完畢 建議大家都要買一台 好 各位朋友 很久不見啦 因為 前陣子呢 呃 這個又是颱風 然後又是生病 所以我就比較沒有上限 這樣 啊 上禮拜其實我有上限兩天 然後 接下來就生病 呵呵 那兩天其實已經在生病 但我自己不知道 就只是覺得人不太舒服 喔 啊 今天是好很多啦 再加上天氣這麼好 所以我就決定要來上限 再加上就是 各位朋友 我看到我的週間燙降 啊 降下來了 沒錯 我從60燙降到45燙 那我現在會比較小心翼翼的 防守這45燙 也就是說呢 二三四這三天呢 我就跑 各跑15燙就好啦 啊 所以我現在會比較 挑一下單啦 就比較不會說什麼 那種太便宜的單啊 錢很少的單啊 看起來怪怪的單我都接喔 我會盡量挑 錢呢 多一點的單 這樣子 啊 那我現在是上限了啦 那我現在要往老地方慢慢前進喔 啊 過馬路過馬路 啊 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新生北路上面 啊 其實是這樣的 我剛騎一騎一突然想到呢 欸 我現在呢 這個每天第一票是15燙 那我也只能跑滿15燙 啊 今天是禮拜二 明禮拜三 後天禮拜四 雖然我二三這兩天可以多跑一點 但是我禮拜四就只能跑少一點 啊 這樣子 所以那既然我跑15燙 那我就可以去 去東區 或者是到其他區去探險一下 哈哈 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接到一些肥單 這樣 所以我就決定了 就是拐了個彎 啊 啊 現在呢 就沿著這個新生北路 慢慢的 啊 啊 那你是哪裡啊 啊 北科大 啊 北科大那個附近騎過去 啊 啊 待會我應該會先 彎上吉林路啦 因為吉林路那邊 就是前面有一些餐廳 齁 吉林長春那邊有一些餐廳這樣 喔 想去那邊探險看看 哈哈 看看這個時間那些餐廳有沒有膽 這樣子 哇 第一單是長春麥當勞啊 兩公里 42塊 啊 送到中山區 啊 好啦 接一下 雖然我說要接這個大單 哈哈 但是這個第一單開市單我還是 我還是接喔 這樣 沒辦法 有小小的小迷信 好啦 我要去長春麥 麥當勞去取餐啦 好啦 我現在領好餐了 然後我現在要往客戶的方向去 那這一單是優物流的 本來還想說 哇 優物流可能是地雷啊 因為很多時候其實這個優物流的這個單呢 很有可能是 你這個系統APE上看到的一項 結果去看了是十幾項 因為他把它全部包在一起 結果不是 就一包薯條啊 各位朋友 哇 這單實在是 喔 送得我心花怒放啊 哇 好爽啊 送一包薯條 然後我還很訝異喔 我還問那個 麥當勞那個小姐 對 就只有這樣的 我說 喔 好謝謝喔 真是好爽啊 然後呢 就送旁邊也送到明山東路二段 過了一個紅綠燈就到了 哇 真的是 這一單好爽 好的 我現在人在中原街的路上 我在往中原街 往長春路的方向走 我現在呢 送完第一單 實在很近 然後就慢慢的騎過來 欸這個客戶 欸人也還蠻不錯的 喔 這樣子 好 那我現在往這個長春路的方向走 就趕快脫離 啊 脫離這一塊 我怕會被拉到西區去 不過了 要是錢多拉過去也沒什麼不好啊 那走過這間 想要去東區探險一下 喔 這樣子 喔 我從這邊過去好了 從那邊穿過吉林路 然後 啊 穿不過去 我帶了吉林路右轉 喔 然後 就往那個北科大的方向走 喔 到那邊去試試看 喔 看看有沒有什麼 啊 這個價格漂亮的單 喔 這樣子 好 看到了嗎 找搞叫的招牌 好了各位朋友 我剛剛呢 呃 這個 送完一單到這個信義路上面 就是大安森林公園對面 然後呢 身上還有一單 這一單呢 要送到八德路一段 嘿嘿嘿 我不知道今天系統是發生什麼事情 他給我這兩單就給了莫名其妙 喔 啊 那個時候我人在永康街 先接了一單去信義路這個 三段靠近四段 然後就取一餐 然後呢 又丟了一單 喔 那這一單要去敦化 中校東路跟敦化北路交叉口那邊去取單 這樣子 啊 我想說 反正身上也沒什麼單啦 因為按照正常狀況 我現在應該要跑了五單 六單 結果沒有 我才跑了三單 我想說那我就 都接一接吧 沒想到這一單呢 嗯 繞了一大圈 不過沒關係啦 運費還算不錯啦 六十多塊錢 加點可以接受 反正 現在都沒有單嘛 那閒閒的沒單 那當然就送喔 哈哈哈哈 好的各位朋友 目前我在西門町 這個是 衡陽路 中華路 衡陽路 這樣 我剛剛送完我手中最後一單 目前是 8點47分 那 今天跑15趟 我今天這個 今天這個 今天這個 啊 哈哈 狀況有點慘喔 8點47分 才跑到15趟 很勉強的 跑完了 今天沒有無縫 今天完全沒有無縫 而且今天單跟單之間的這個時間差 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我等於就是 有蠻多時間是在等待 那我後來我發現有這個狀況之後 我就想說 那乾脆我就慢慢騎好了 所以我今天騎超慢 今天我有一些地方 完完全全沒有開店門喔 沒有開店門再騎喔 這樣我就慢慢騎 我想說反正也沒有無縫 算了喔 這樣 應該是今天禮拜二的關係 大家都出來 大家都出來這個沖燙講喔 不過我講老實話 我在路上看到 沒什麼看到UberEats 的司機夥伴 所以 不知道單掃在幹嘛這樣 當然我有想過 或許是因為有些店家禮拜二會休息 這樣子 那客戶要叫參選擇機會也會比較少啦 有可能是這樣 有可能我不知道 反正今天就是跑得有點硬 有點硬這樣子 15趟這樣 然後 收入是759塊 今天完全沒有加成 今天我非常開心看到這個 結果呢 我想說奇怪 怎麼我的這個數字都沒有往上跑 然後呢 我後來才發現 沒錯 我要去瑞芳我才有這個可以拿 這小燙講 我要去瑞芳跑 才有機會可以拿 哇 真的昏倒啊 對 我想想就算 那我今天就 就順順的跑吧 這樣子 雖然還是跑得很硬啊 這樣子 好 那麼 既然我這個 這個目標 應該講說我的這個 這個底標 底標完成 那我就直接下槍 哇 哇 還沒有吃晚飯 超餓的 我還要去找東西吃 明天繼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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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